嗨,麥尼的台灣,大家好 我是小華 我今天來介紹我使用的銅把 一些我在錄音或是演唱會或是錄影 或是我自己個人的小作品 這次介紹的就是以 Jazz系列的居多 大家看這邊應該有四到五片 那他敲擊下去會有一種帶有一種 就是有點失裂的那種感覺 可是又不會讓你覺得太over 先來介紹這片13吋 12本13吋這個蛇系列 那這個嗨嗨非常的酷 那他有一桿一絲 然後他可以做上下交換交替 那有時候我在曲風上的需求 我可以比如說 這個我是比較想要乾的 像我現在這個上面 就是我放乾的在上面 大家可以聽聽看 那他也可以比如說你在做Open 或者一些比較搖滾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聽 你可以聽 那我現在一隻手比較沒有辦法 那大家可以稍微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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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他貝爾的部分 所以他的聲音非常 就是很多元 那如果今天想要亮面 我想要更直接聲音更是比較穿透力好一點 我會把亮面再放上去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要介紹這一片 這一片非常精緻非常小巧 6吋Traditional BySense的 它聲音非常的短促 非常的快速 那SPRASH我們通常會拿來做一些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UNITS 或是一些過門或是一些線性 你可以加進去一點點 或是做一些小指音的時候 非常快速的時候 或是你再打一些Latina Fusion 有些做對點 或是你要做一些比較跳躍式的打法的時候 這個是或是一些華麗過門 這個是非常酷炫的一個選擇 好那接下來呢 講到這一片17吋 Miner BySense Jazz HR-SYN的17吋CRASH 這算是我 所有系列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比如說我在錄影 或是在工作或是在做唱 因為我覺得它這原因是剛剛好我想要的 因為我好像在大海裡找尋一個寶物 讓我找到說這個聲音真的是我要的 所以我就 我借我這個我還買了兩片 在一個做UV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這個17吋我特別介紹一下 那它敲擊下去或是這種感覺 各位有聽到聲音其實不會說太長 甚至我加一個大鼓 各位有聽到 對 它呢 就是說你在做一些試念樂 或你在POP 還是在哪 在自己的教室練習 或是甚至錄音 它其實只要透過Overhead 其實都收的非常細緻 非常綿密 我很喜歡 那唯一就是 你在戶外的話 也有可能會不夠力 所以有時候你看 有些人會以18吋 起跳 因為是這些理由 這樣子 接下來這一片呢 也是我相當非常喜歡的Sprash Miner By Sense的 這個Trash Sprash 10吋 那我非常喜歡 是因為它的演音 也是非常的短 然後帶有點小炸的感覺 那這片很酷炫 因為我之前有拿來 比如說你下面可以疊一個 Miner的10吋 或是12吋的小China 你把它蓋過來 反著這樣 反著打 它會變另外一個效果 變成疊把的部分 那這個我們可以做一些短音 比如說你在一些過門 非常的好聽 所以我也很推薦大家這一片 這真的是必備的 好 接下來這一片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 Miner By Sense 22吋 Big Apple Ride 22吋 那為什麼要買22吋 我之前也是也買了一個20吋 那 20吋的話呢 它的演音 好 演音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就又再選擇 買了一個22吋 那這個聲音聽起來非常的 綿啊 非常的細緻 我相當的喜歡 那 大家可以聽 有時候我甚至有在做一些更抒情 那這片非常酷炫是說 有時候你在做一些大過門 或是需要一些crash很很重的時候 他可以拿來敲 例如這樣 那這片非常酷炫是說 他拿來敲的時候呢 聲音又不會說太厚重太烈 然後給人家很沉重感 或是他的演音太過於長 對 所以我選擇這片的原因是 因為他非常的多元 我來拿來打流行 或是Fusion Jazz 拉丁我都非常喜歡 接下來呢 下面這一片 Miner By Sense 爵士 Sync Crash 16吋 這片呢 就跟我剛剛講的 這個 17吋 別於不同的是說 因為他的薄度沒有像他 這麼的薄 他稍微再厚一點點 那 高頻的話 會稍微比這個 17吋再低一點 大家可以聽一下 這也是有時候 我會把 17吋 有時候我會看場合 看曲風 或是今天我想用什麼把 我會拿來做 跟17吋做個交替 那他也是可以很適合拿來當一個主力 也不會 演音不會太長 也是我相當喜歡 好 接下來 要介紹這一片 Megasca的 Singrenature 他的簽名系列 Equilibium China 20吋 那 這片China呢 算是我 有用過 我有用過 Traditional 或是用 亮面那個 Bredding 那 為什麼會選擇這片 20吋 那 這片呢 打起來 他的穿透性夠 那 聲音也是 比較溫溫 比較溫和 好 那就是說 最重要的是 他的 演音 不會說像一般的 China 比較長 那這片我是相當喜歡 大家可以聽聽看 敲下去 他非常的溫和 所以我說 有時候我在做一些 比較稍微搖滾 比較Rock的歌的時候 我想要 加個效果 或是甚至單打 他都是非常沒有問題的 OK 好 接下來這一片呢 那個Miner by Sense Jazz 系列的 Equilibium 18吋 Crash 我通常會擺在右邊 那有時候你在做個過門的時候 打到Rock的地鼓 有時候我要敲的時候 那會在接到17吋的時候 他會有個音接 好 好 之後 之類的 或是16接18 好 所以說 有時候 各位可以去選擇 你要的 比如說 嚴音 你的音高 不是 這大家值得 你去一次 就是說去找尋 你要的聲音 這樣子 OK 好 介紹完這片以後呢 那大家 如果有在關注我的頻道 大家可以搜尋 何小花 應該就會看到我 那 FB的話呢 直接打小花 應該就會 各位 有時候會看到我發一些 影片啊 練習的 或是一些工作紀錄 或是一些演唱會 或是一些小作品 大家可以持續關注我一下 謝謝喔 台灣賣了 謝謝 掰掰 再見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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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